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首给的横数f 本身来讲是 根号的x-2e 那么x的范围是大1的一个平显 那首先我们先来考虑这个横数本身它的定义呢 定义本身是所有的磁数 而且是大1的一个平显 这我们先看的是它的一阶导书 这个横数的一阶导书本身来讲的话 是等于两倍的定号的x-1-1 那我们发现到当x-1的时候 这个横数本身是横大1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到是 居然一些导书都是大1的情况来讲 所以横数它是横低增的 而且这个横数没有我们所讲的 哦 横这点 再看第三个情形 那么这个横数的二阶导书呢 是等于 4倍的开根号的x-1的 3次万分之负1 它是很小一点的 对所有的一个死 是定义中的点栏脚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的是 这个横数F都是下奥的情况 同时也没有我们所讲的 好 那么除此之外来讲 我们会发现到的是 在整个渐进线部分来讲 这个函数你会发现对 所有的A属于定义中的时候 你们的一个死靠近到A F函数值是等于均号的 A减掉1 并不会等于正负限大 所以F没有我们所讲的 水平渐进线也没有 哇 牵指渐进线 它没有牵指渐进线 而且你会发现到 X靠近到无线大的时候 无线大的时候 函数F X14等于 X靠近到无线大的时候 根号的一个简易 也是等于无线大去 所以 F本身是 没有我们所讲的水平渐进线的 同时我们会发现到是 这个函数本身来讲 也不会有每首奖的水平渐进线 那么因为你会发现到的是 在我们的一个10靠近到 正负无线大的时候呢 X分之F X本身 这个指是等于 我们的X靠近到 正负无线大之后 X分之PEG 后的X 点标1是0 所以 函数F也没有 随间变现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的是 一些特殊点的一个 函数值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会发现到的是 这个函数 有些特殊点 是比1来的大 靠近到1的时候 是去进到0 2的时候是1 5的时候是2 无线大是跑到无线大去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 那么它整个图体画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手脚的情况 所以说 这样 就出了呼吸